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表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进一步重申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和现状 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追求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阐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在新时代推进实现祖国统一的地场和政策 白皮书指出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 法理事实清楚 联大第2758号决议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文件 国际实践充分证实其法律效力不容曲解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是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应有之意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事实 不容置疑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地位 不容改变 白皮书说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作为始至不渝的历史任务 团结带领两岸同胞 推动台海形势 从紧张对峙走向缓和改善 进而走上和平发展道路 两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推动下 七十多年来 特别是两岸隔绝状态打破以来 两岸关系获得长足发展 两岸交流合作日益广泛 互动往来日益密切 给两岸同胞 特别是台湾同胞 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充分说明 两岸合则两利 合则双赢 白皮书指出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 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和事所决定的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也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目标 国家发展进步 特别是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深刻影响着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 白皮书强调 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导致两岸关系紧张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破坏和平统一前景 挤压和平统一空间 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中必须清除的障碍 外部势力纵容鼓动台独分裂势力 滋事挑衅 加剧两岸对抗和台海形势紧张 破坏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既违逆求和平促发展谋共赢的时代潮流 也违背国际社会期待和世界人民意愿 斜阳谋独没有出路 以台制华注定失败 祖国统一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白皮书说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 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 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必须面对大陆和台湾 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 这一基本问题 一国两制正是为解决这个问题 而提出的最具包容性的方案 这是一个和平的方案 民主的方案 善意的方案 共赢的方案 两岸制度不同 不是统一的障碍 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白皮书强调 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 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我们愿继续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台湾同胞福祉细于民族复兴 我们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